而另外今天华联县议会教育小组也前往了东里国中供应学生厨房进行勘查 关心学生们用餐状况 而议员们就营养午餐的配菜还有食材等面向实地会刊 并表示希望学校以及县府教育处更加重视营养午餐卫生安全的品质 华联县议会教育小组3月15号 有召集人、郑乾隆、议员、张金富、钟肃正、黄玲兰、邱光明等议员 在县政府教育处长翁淑敏陪同之下 除了勘查南区学校载后重建进度之外 更是前往了东里国中供应学生厨房进行勘查 也关心学生用餐的情况 议员们就营养午餐的配菜和食材等面向实地会刊 并且也表示希望学校以及县府教育处更重视营养午餐卫生安全品质 想营养午餐是我们县政府的一个德政 那我也希望说不管是在职的量的部分要提升 我想我们公务部门是不是在营养午餐的部分 也是还要多多的关心 让他们吃得好一点 教育小组议员们关心营养午餐的食材来源 品项丰富与否和品质把关 借着理解厨房的运作流程 对食材采购、处理、烹饪和运送有更进一步的概念 希望确保出厂的营养午餐 都能符合严格的卫生标准和维持孩子们的健康 记者高双双富丽乡采访报道